花莲今天早上7点54分跟9点11分 连续发生两起地震 强烈情况我们连线记者王岳方 岳方请说 好的各位观众一大早又是震不停 尤其是在上班通勤时间也造成一些民众很紧张 主要是在上午9点11分的时候地震发生 而且这一起地震呢规模5.3 震央在花莲县近海深度达到18公里 花莲南投台中震度都是四级 宜兰彰化的震度也有三级 另外桃竹苗以及台北的震度是两级 所以其实在刚刚地震发生的时候 台北地区的大楼感受也是相当明显的 就是主要是感受摇晃 不过我刚刚为什么说震不停呢 主要是因为在今天上午7点54分 台湾的东部海域也发生了 类似规模5.1的地震 而震央是在花莲县政府东方12.7公里处 深度是17.1公里 属于极浅层的地震 相署当时也对花莲县发布了 在防告警讯息 所以呢简单来说 当时的国家级警报又响了 而当时的地震呢 其实各地特道的最大震度 花莲县四级 宜兰县南投三级 台中彰化台东云林是两级 而桃园新竹苗栗新北桃围 嘉义县市呢 还有台南高雄市都是一级 几乎是全台有感 虽然在短短一个小时 有两起规模5以上的地震 但目前各地呢 并没有灾情传出 而地震中心分析 这两起地震都是 403花莲大地震的余震 位于比较北的位置 而在主震发生之后呢 余震的规模与数量 其实都有明显的趋缓了 但是仍然会有一些零星的规模5以上地震发生 而在稍后10点15分 电中心也会召开 记者会说明 以上就是掌握到最近情况 镜头交换棚内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静好新闻